喂 喂 喂 说话 下面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还我心来 宋柯是一名医生 他是这座城市有名的一把刀 不管多大的手术 只要经他的手 保准是刀到并除 医院里的人都夸他勤奋 是啊 文化大革命那十年 他在乡下劳动 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记 自己是个大夫 只要一有时间 他就拿出专业书籍研究 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之后 他第一批回到城里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医院 他一天到晚的炮在解剖室里 反复着实践钻研 他取得这样的成绩 谁也说不出别的来 这天主任交给宋柯一张病历卡 哎 宋柯 又是一粒心脏大手术 一个星期之后就开刀 你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 哎 一定得成功啊 听说这女人是乡下有名的万元户 这可是国家的财富啊 哎 听说都四十多了 还没结婚呢 交给你了 宋柯 结果病历卡 一个名字映入了她的眼帘 齐春林 怎么是她 不会这么巧吧 多年前的一幕 浮现在宋柯的脑海里 那时他从医学院毕业 刚在医院工作了一年 就被下方的农村改造 那是一个叫做齐家沟的地方 宋柯对那里的劳动和生活很不适应 这时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孩子 齐春林 向他伸出了无私的双手 给他洗衣服 给他做饭 省钱让他买书 他们热烈地先爱着 并且撕定了终身 宋柯对齐春林说 日后一定把他带到城里 让他过好日子 可是一接到落实政策的消息 宋柯的想法就变了 把这女人带到城里 吃住不说 一个乡下丫头 又没文化 没有共同语言 吐了巴唧的 还不让人笑话 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 宋柯不辞而别了 以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联络 宋柯从回忆中回过神来 他按着病历卡找到了九号病房 他透过门上的玻璃窗 向三号病床望去 没错 就是他 岁月 在这个四十三岁女人的脸上 留下了道道痕迹 可他的模样没有变 宋柯一眼就认出来了 就是他 这时 齐春林 也向门阵看了一眼 宋柯赶紧躲开 可是他又看到 齐春林好像没有发现自己 他躺在床上 目视前方的墙壁 没有表情的脸上 突然露出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笑容 怎么 他看见我了 他该不会是冲着我来的吧 宋柯不敢想下去了 他大踏步地回到了办公室 这一个星期 宋柯在极度的不安和惊慌中度过 主任让他和患者见面 他推说这手术太简单 用不着躲过去了 他每天晚上都在想 怎么办 这女人真的很麻烦 她要是病好了 知道这手术是我做的 肯定得闹起来 或者到处宣扬 宋柯是个护心汉 到那时 自己可就名誉扫地了 真仇人到底怎么办呢 就这样 一个星期宋柯也没有找到答案 转眼间又到了周五 齐春凌心脏手术的日期到了 下午三点钟 天下起了大雨 宋柯戴着口罩 拖着沉重的步子 出现在手术室的门口 一声惊雷 宋柯猛地打了个哆嗦 同时 有三个字 在他的脑海中 迅速闪过 杀死他 宋柯自己都非常的害怕 那行吗 但他转眼又一想 没问题 凭自己的本事 往致命处多来一刀 在国内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出来 这下可就永无后顾之忧了 手术室外的红灯亮了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 打了麻药的齐春凌 在病床上一动不动 手术就快要结束了 宋柯接过了护士递过来的 最后一把剪刀 他的心在打鼓 他看出了一个关键部位 他把剪子伸了过去 就在他把剪子伸向了 关键部位的一刹那 宋柯看到齐春凌的脸上 似乎又出现了那天的笑容 已经来不及多想了 宋柯果断地把剪刀扎了过去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好了 十几分钟以后 他就完了 随即 孙柯马上做出一副吃惊的样子 他对护士别护着 快快快快去拿氧气瓶 病人病人不行了 果然十一分钟过后 齐春凌没气了 他死了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宋柯对大家的解释是 这是一个罕见而异常的心脏病例 自己对病情估计不足 如果家属同意 他想把心脏取出来 连夜进行解剖分析 大家都没再说什么 主任和齐春凌的家属谈话之后 齐春凌的心脏被送到了解剖室 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 宋柯呆呆地坐在解剖室里 他面对着齐春凌的那颗 被斑马铃浸泡着的心脏发呆 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一如他多年前不思而别的那个雨夜 突然电话铃响了 宋柯走过去接电话 那电话里没有声音 然后对方好像是把电话挂断了 话筒里是一片盲音 怎么回事神经兮兮的 他刚又转身往回走 那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喂 听你说话 怎么回事 电话的那一边 在片刻的宁静之后 又是挂断电话的声音 和无尽的盲音 唉 是不是自己的儿子在逗自己 这小家伙总是爱跟爸爸闹 对 十点多了 也该往家打个电话了 宋柯刚又拿起话筒 那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喂 你找谁 喂 喂 把我的心还给我 宋柯是我呀 我是春凌 你把我的心弄到哪儿去了 你快把我的心给我呀 我要我的心哪 你快把心给我呀 你快把心给我 把心给我呀 把心给我呀 宋柯被吓傻了 他无力的放下电话 却又声嘶力竭的喊着 这时 走廊里 传来了脚步声 宋柯疯了一般 跑到解剖室的玻璃墙前 往外看去 之间 昏暗的走廊里 两个护士 推着一台停尸车 向太平间走去 啊 是齐春凌 宋柯看到 那该死的护士 居然忘了用白布灯 盖住齐春凌的头 宋柯 宋柯赶紧把解剖室的灯关掉 就在护士 推着停尸车 经过解剖室的玻璃墙时 一到闪电 照亮了整个解剖室和走廊 就在那一瞬间 宋柯看见 齐春凌突然扭个头来 冲着解剖室里 他那个心 瞪着圆圆的眼睛 把心给我 齐春凌 被送进了太平间 第二天 太平间里又多了一具尸体 他是本市的著名医生 宋柯 好了 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 还我新来的故事 把心给我 把心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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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